如果我剛剛有開舊版的話可以把它重整一下 主要是完成畫面長得像這樣,就是一個版型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建這個版型很重要 前面比較少講到版型,我們前面的版型都是用那個賄賂的方法 那它已經做好了,所以如果今天不是賄賂,而是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版型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也不困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首先的話 在講這個之前的話 那我們當然預設的就是Activity,上面很簡單 你就在 應該是CampoSize裡面,找到ListView,拖拉過來 放一個就可以 名稱的話就是LV01,這個比較簡單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按鈕 那我們秀畫面,我發現 放在TestView好像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你可以放在哪裡?我這一題翻例是放在上面,SetTitle 就OK了 要不然的話就跳一個什麼呢?跳個LearnDialog 所以LearnDialog你會發現很重要 但是LNDialog看起來實際上有點複雜 不過應該現在大家都可以 自己從頭到尾Key出來了 反正就是Title SetTitle SetMessage 那一個按鈕的話就是SetPositive 你要SetPositive Button 然後第二個是Negative 那還有中間 中間還有,所以最多可以放幾個呢? 可以放三個 那實際上 LNDialog實際上 你也可以 我有看過 有書上 介紹就是 可以在LNDialog上面 再加一個 ADTest 不過要New的方法 那個New的方法有點類似像我們剛剛 在那個 GridView裡面 New一個 ImageView 那同樣的在LNDialog裡面 也可以在New一個 ADTest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你在LNDialog跳出來 你還希望讓它輸入什麼東西的話 也可以在LNDialog上面輸入東西 這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很多的變化 那再來就是一個 這個 裡面的話再建一個View 那建View的方法 大概說一下 第一個 就是直接在哪裡呢? 在Layout上方有沒有 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新增 什麼 新增一個 Enjoy的XML file 那XML file裡面呢 原來是空的對不對 那你要在上面 增加幾個 就是說呢 原來已經有一個Layout Layout的部分的話 把它改一下 改成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的話 特別是要 這個LinearLayout 不要用縱向的 我們前面都是直接就是縱向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 建一個View是橫向的 所以特別注意上面有沒有看到 它是橫向的喔 所以要選那個什麼呢? H的 那個 就是HOLORONTO的那個 水平的 就往這個方向的 那再來就是在 拖拉出一個什麼呢? 拖拉出一個Image View 所以拖拉一個View之後的話 就放這邊 那另外這一邊 隔壁要放兩個行 兩行文字的話 怎麼做呢? 再拉一個什麼呢? 拉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是什麼呢? 縱向的 上下嘛對不對? 然後再放兩個 TestView進來 這個不知道 各位做不做得出來 不過應該 玩一玩 慢慢各位 剛開始對那個 Kalibus不熟悉喔 不過玩久了 感覺 慢慢 會越來越習慣 這樣的操作 那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名稱我叫MyLayout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新建一個 AndroidXML File 不過建議是先匯入這個圖啦 我這邊已經有匯入這個圖 然後呢 我們進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就是在這邊打一個 買類要 你可以給他一個任何名稱 我這邊打一個